本章主要分享的是穷人必穷的原理第38堂课 讲的就是使命必达的意义 那这个东西我们是我个人其实常喜欢做一个比较 比较的意思就是说 其实你今天要在脱离穷人的过程当中 你必须要去看很多所谓的成功的人 那成功的人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就是至少能够赚到钱 那当然这赚到钱的过程也不用太辛苦 那我们才有办法去学一下这东西 所以常常我都会比较说 到底我今天做这件事情跟别人做这件事情 到底有什么不一样 那我们今天就来讲一个大陆名人 一个很有趣的意思 他就有一天 因为他也从来没有出国 或者说我们今天说到美国去念书 没有读过经 但他却在那种所谓的哈佛比坚教英语 所以南北的资讯会比较发达一点 结果他就看到了这个课 就是24小时的How to start or stop 这种课 就我们今天讲的就是所谓的YC 他这种加速器的时候 他针对内部学员 然后所上的课 然后他是一个线上录影 然后是放在史丹佛大学 那他就当巧 当然也是第一个是名人 而且有可能因为他的主播 主持直播节目 甚至有可能他今天在微信上有一个网络的订购 就是定期很多人要付钱看他写文章就对了 所以他就把这个24小时的网络演讲 听完 他也听了无数遍 然后再来他就写了一本书 专门讲他听完这一门课的创业感想 海大卖 那这东西就让我们联想一件事情 为什么同样听完一个网络课程 对不对 人家可以这样玩 你不能这样玩 对不对 什么意思呢 意思就是说 你也看完我也看完 可是我看完没什么 你看完你还可以出一本书 然后人家为了去看你这一本书 买你这本书的费用还比援助 我们今天讲的一手传播还贵 那你怎么做到的 而且还很多人买单哦 那这东西是我做不到的 那当然我们今天来讲 所以一手传播跟二手传播是有差异的 像我之前在创业过程当中 除了自己创业 那有一些心得 那当然我参加很多场这种创业演讲 几乎我敢说 台湾90%的创业讲师 我都去听过他们的课 还曾经跟某一个创业讲师硬杠上 那杠上的是最主要因为是 他喜欢欺负我们今天讲的 就是创业的学习者 纯粹是基于义愤填硬 才跟他杠上的 不是因为他对我个人怎么样 我个人比较懒得理他 为什么论学士他不如我 论钱他也远不及我多 对不对 在这种情况 著作更不用讲 他是一本年都没有 所以基本上要杠上 我讲去难听的 我并不觉得说 我自己有什么失面子的地方 然后我针对创业部分 当然加上以前 我有很多投资经验 或者我自己也创过业 也曾经失败过 做过很多个品项 然后我就写了一本书 也就是说里面 有一大部分的内容 是讲 就是我们今天在实际上台湾听 创业演讲的时候 的那些老师的精华 因为我当作想法是这样想的 我当作想法是说 既然这种东西登到杂志都有人看 对不对 那把它做成一本书 或者 那怎么可能会没人看呢 所以基本上来讲 我基本上我就写了一本书 那各位去想想看一件事 他这个YouTube 我们今天讲他YouTube的影音课程 YC的课程是在网路上 今天你可以看 明天也可以看到 未来在20年都可以看到 如果你真的想学这一门课程 你就直接去进去这个课程听嘛 各位听我 懂不懂我意思 你为什么去接受二手传播呢 那当然基本上 二手传播一定有做了一些可取之处 但是这个东西是可以 可以存在的 也就是说你今天是有机会的 反观 我那时候在投入创业的那几年 刚好是创业讲座 台湾最发达的时候 你看今天2018年 你正要去听什么创业讲座 其实你听不到 大多数都是那种所谓的座谈会 那就是口水战 每个人讲了三分钟 你能听出什么 基本上我不相信 那第二个部分的时候 后来的这个部分呢 那比较大佬级的 今天在讲创业课程 一开口就三万六 三万六是学费啊 以前是完全免费的 那请问你听得到吗 所以单纯如果你没有钱 讲一句难听 你是跟学习无望 所以唯独的一个方式 就是很简单到图书馆去 借一本我的书 那这样子的方式的时候 你就可以重新回想 那我是把我的书跟他去做比较 第一个部分 我讲的是一手传播 也就是说这个东西 而且我今天讲的这东西 是已经消逝了 消逝的意思就是说 你在网络上你也找不到了 因为很多当初的时候 在那个2015年16年的时候 台湾政府创业大拜拜 所以请了很多讲师 开了很多很多讲座 然后基本上那就是 就是要跟放烟火一样 噗一下就没了 那我这个部分我有集结 我就写成了创业前途这本书 然后再来这些是已经消逝了 因为你在YouTube上找不到 你今天没办法回到2015年 2016年去听这些人 去怎么去分享他的珍贵经验 那所以说你现在唯一能看到 就是我这本书创业前途 但是问题是我这一本书 既然是有点类似一手传播 然后第二个部分 我是所谓的未消逝的传播 那为什么人家一个东西是 看到YouTube完了之后 再写的一本书 竟然可以卖得比我好 那这个东西的时候 我个人觉得 因为其实YC的课程 基本上它是比较不牵涉到 所谓的创业险恶这种概念 那大部分都是讲 讲除创事业嘛 所以基本上来讲 不会讲到一些股权啊 条款设计啊 或者我们今天讲对赌条款 那这个部分的时候 我是有略有 有略急 所以在这个时候的时候 当我在看到人家输大卖的时候 我心里就有一个OS认为说 那怎么会是这样子 那当然我也在反省啦 为什么同样看过这些 就是创业课程 那竟然人家要产出 我没有产出 那当然可能是 我们的思想结构不一样 如果我真的想做 这一个思想产出的话 我想我会比较倾向于 去把它一番中 就是说基本上 把这一课程翻译 那如果我真的要做的话 我会把三门课程 做一个比较 第一门叫做 How to start and stop 第二门是 Zero to one 第三门 我们今天讲就是 那个Do more faster 我会把这三本的演讲 整个整在一起 可是问题 我们今天单纯来讲 就是没有做 那就是空话嘛 对不对 所以基本上 我们就讲到 这个使命必打 就是说我们身为一个穷人 或者今天我们要去增加收入 我们就要学习 这个大陆的名人 就是听完一个 二十个小时的演讲 可能这个演讲里面的内容 才三百多页 那可能大概只有五万多个字 他竟然可以写出一个五百多页 十几万字的文章 这个就是值得各位笑话的对象 但因为这本书已经太有名了 我们其实不便讲 但是早晚你会知道的 反正就是 创造出白养榜其中的一本嘛 感谢各位收听 更多有趣的内容分享 请各位参考 自在法拍这本书 可以脱离贫穷 法拍屋 是穷人的最好 皇地产投资选项 谢谢 广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